您好 欢迎收看10月1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潘哲宇 新闻一开始 但您先来看到 总统花车是台湾最珍贵的铁道文化资产 台铁在1967年打造完成之后 直到1991年 南回铁路竣工才执行首次任务 在宋里登辉总统进行环岛铁路视察 13号正式启航 以两辆阿鲁采电机车头牵引电源车 三辆菊光号车厢 总统花车以及客厅车 让达成这有最贴切的感受体验 台铁改制之后 特别将这辆国宝及总统花东进行维护保养 并且决定揭开神秘面纱和古人分享 在花东地区推出铁道旅游专案 特别复刻李前总统当时曾做了专列编组 以两辆阿鲁米电机头牵引的电源车 上辆菊光号车厢 总统花东以及客厅车 让乘客有点贴切的感受体验 专案形成有五大专案亮点 包括专属领队 专业文实解说 只送不卖的名片是车票以及票卡 特资车刻板以及民国五十年代古早味 火车大菜铁路便当 惊奇不断 今天很高兴我们总统花车正式进入华东来振兴地方的观光 从1967年就我们已经国家就新建了这个总统花车 就专专业本抵车公司 但是一直到1991年的12月 李登輝總統時代還正式的來啟用 我想今天總統發車 在十月份從花蓮到富里 十月份從瑞穗一直到台東 台東到瑞穗 我們先推動整個花東地區的觀光 也感謝大家來共江盛舉 包括三天兩夜 兩天一夜的 總統發車加住宿等等共同的旅遊 叫做光華假期 三九九零非常的優惠 當然也有元首假期 元首假期就不得了 通通都是住五星六星級的飯店 我們希望全國的好朋友一起支持花東 來振興我們地方的觀光 總統發車陪伴大家 一起內向台灣最美麗的花蓮海洞 總統發車採油輪是列車方式開放 十月份開啟花蓮到富里之間 十月份為台東瑞穗區間 並且推出多項套裝行程 包括清明版的光華架器 以及頂規版的元首架器 品嘗推薦的美食 參觀總統花車 入住六星級飯店總統套房等等 高貴不貴兩天一夜 每人為三千九百九十元起 記得轉眼花束了